今集,我們會和大家了解一下一些不法之途 如何在機場巴士、機場合運大樓和機艙上進行偷舌 在機場範圍中,記得要時刻保持警覺 看管好自己的財物 小心遇上機場、機艙老鼠 一旦招致損失,自然令自己的旅程大打折扣 你小心不見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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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機打開了嗎 有沒有不見的 不見的相機 那你跟車長說說 不少的市民都會趁著假期 乘飛機到海外旅遊輕鬆一下 他們會利用機場巴士或鐵路往返機場 不過未到機場就失去了財物 你說多麼素興 沒有證件的話,還不能出境 不過即使到了機場範圍 也不能鬆懈,要小心看管自己的財物 千萬不要像以下片段中的事主那麼大意 拿些證件過來 有些市民因為專心辦理手續 網看管好自己的財物 雖然時間短 但已經足夠被虧被偷走他們的財物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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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因為心急或者太匆忙而留下財物 結果被不法之徒有機可省 馬Sir,發生在機場和航機上的行李導試案 主要分為哪幾類呢 發生在機場或者在航班上的行李導試案 主要分三種 第一種就是在航班上行李櫃的導試案 我們俗稱叫做飛機老鼠 第二種就是在機場內的行李導試案 第三種就是在機場巴士上的行李導試案 根據我們警方的數字 在2012年一共有71宗 涉及在航班上的行李櫃的導試案件 但自從我們警方主動聯絡律政署 第二就是這些案件進行磋商和研究 我們及後現在是改用了 用香港法例494章 《航空保安條例》第十年 去控告所有在航班上擾亂秩序的人士 當中包括試圖打開旅客的行李 去偷射行李的人士 同類的案件也都在去年 2013年下跌到37宗 跌幅都達到47.8% 而我們的破案率也都在 由2012年55% 升到去年是64% 其實我們都是有賴 航空公司他們的機組人員 和我們警方同收合力 而得出的成果 在機場範圍內的行李導試案 情況又是怎樣 在機場內的行李導試案 其實大部分都是發生在 機場的離境大堂 大部分的旅客 在機場內救密的時候 他們將他們的行李 擺在店舖外 令到察人是有機可乘的 也都有不少受害人 當遺失了他的財物之後 是沒有即時報案的 也都試過在兩個星期後 回港的時候才向我們警方 求助 令到我們追查是有困難的 除了救密之外 市民在休息或洗手間的時候 一筆留神 都會給不法之徒有樂手的機會 對 對 到了嗎? 到了 你在哪兒? 哦, 調查了沒有? 我調查了 哦, 你在哪兒? 來景大堂 好, 我現在在洗手間 我稍後會出來, 好嗎? 你等一等我 好, 等人見, 拜拜 阿姨, 開電話 開電話 警方也關注機場巴士上的行李盜視案 很多乘客會把行李放在下層的行李架 之後到上層找位坐 警察就會利用這個機會把行李偷走 所以部分的機場巴士 都會有提醒市民好好看管自己財物的標語 也有部分巴士設有閉路電視 等坐在上層的市民 可以清楚看到放在下層的行李 我在這裡向各位旅客呼籲 在乘搭韓班的時候 切勿將財物放在頭頂上的行李架上 如果發現有任何可疑人 應該盡快通知機組人員 讓機組人員聯絡我們警方 採取執法行動 而旅客 無論在客運大樓 或者往來機場的公共交通工具上 也要設計看管自己的財物 是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我在這裡再次呼籲各位 出外旅遊 記得要小心看管自己的財物 沒錯了 我們經常都提醒大家 要時刻保持警覺 提防盜竊 因為不法之徒 是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進行盜竊的 謝謝大家